柯文哲說大頭鎮最難治 你怎麼看 兩個混在 柯文哲說大頭鎮最難治 他在歎你你怎麼看 我的頭不算小 柯文哲說 柯文哲房長都是把人罵走 是不是覺得他的頂導方式不太適合 對 這個倒是 就是說一個團隊裡面 其實我們的相關同仁很重要 專業能力很重要 市府的同仁都具備專業的能力 現在就缺乏那個領導的風格 那把人都罵走 就好像他自己在講 就是說我背後站了很多人 我都靠背後站的人 對 我需要我背後站很多人 我需要一個團隊 大家一起做事情 這個團隊從以前在防疫開始 到我離開 一直站在我背後 到現在也是一樣在支持我 那至於柯市長的背後都沒有人 他自己講說他如果他要做 他也可以做得更好 不是 一個人沒多厲害 每次做比較厲害 謝謝 好 謝謝 副總長請問市林分局的部分 你後來瞭解是怎麼樣 因為據說你們是不認識市林分局 也沒有動員他們過來協助排片嗎 對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場 也有一些的維安的人員 那維安的事項是根據警察同仁 他們認為在維安的必要性 那就一定的一個情況的維安的計畫 那不是我們的要求 那天也不是一個公開的行程 但是我想我們應該尊重警方的一個安排 另外也請不要為難我們的基層公務人員 我們在那邊 剛才看見 我們在這間公開的行程中 在這間公開的行程中 我們在這間公開的行程中 都是在這間公開的行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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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啦累不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回家吧 行 走啦走啦回家 等一下会有一个慈祥的阿公 应该是阿公吧 就陪我们走回去 那你今天功課多不多 沒有很多啦 等一下回去要乖乖寫喔 是不是 阿公就是那個嗎 不是耶 是哪一個阿公呢 那個嗎 小朋友你好 剛下課 對 剛下課來接他 平常下課 因為家裡住比較近 所以就走路 其實平常安親班 但是如果工作允許的話 會員就來接他 好 這個路口交通蠻繁忙的 然後再加上他旁邊還有一個巷子 所以小朋友剛開始學會自己回家 或是過馬路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蠻緊張 會危險的這樣子 因為他這邊有彎的嘛 小孩子又不太會看 這條車很多 那邊中城路 這邊中安北路 所以這之間的交通蠻麻 進去就住宅區 這邊又住宅區了 你自己有回家過嗎 有喔 那我們往這邊走 好 小朋友如果回家的時候 他先過完這個馬路 那我們家就往那邊 他還要在這邊等 等一下 但是這邊沒有斑馬線 對 所以就等於是直接這樣 要穿過馬路 因為這邊沒有斑馬線 對 主要是那個斑馬線 因為小朋友 他剛開始學交通規則的時候 他一定是follow那個規則 但是這邊沒有斑馬線的時候 他會比較緊張一點 像這邊就還好 那可能有些騎樓 就蠻多摩托車的 所以走的時候也會彎彎去 需要山多很多東西這樣子 然後像那邊有斑馬線 或許小朋友也可以剛剛 直接走過來過斑馬線 可是這邊一樣 他這邊沒有紅綠燈 所以要自己去看有沒有來車 那也很難啊 對 像這個這邊就是 所以這樣比較亂一點 要這樣走 學校是有蠻完整的交通志工 但是 有時候並不是只有上下學的問題 是平常小孩在路上 如果他自己慢慢長大 他就算只是去買個東西 那他自己過馬路這些 其實都是要自己很小心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小孩也不放心 他一個人就會這樣回來 但是 孩子總有一天要自己獨立 對 他還是要開始自己做很多事情 那像更小的小朋友的話 比如說剛剛的那個騎樓 摩托車如果這樣停 那其實對炫小的小朋友的視線 或那些車牌 可能也會多去撞到 或什麼都要更注意 對對對 所以這裡面交通那個翻馬線 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小孩子慢慢大了 可能未來他就是會開始 不管自己去安親班 還是自己回家 那其實在馬路上的一些安全 注意交通 然後翻馬線過馬路等等的 或是馬路上有一些障礙路期 都有一些障礙物 其實或許他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或許不是希望可以更好的 學校 不管是這個愛心媽媽 或學校本身這個學校周遭的 在帶小朋友其實都很盡心 但是如果交通本身的路況 能夠弄得更好 讓安全性會更好一點 想推動更多的在校安全 台北市時時刻刻都在前進 我們一起守護孩子的成長之路 讓這座城市裡的每一個孩子 都能平安快樂的長大 我是陳時中 這是我眼中的台北市 24小時 我都會與市民同在 市長這是疫苗採購合約 是保密協議的這個除外條款 監禮器官 像是這個監察院的整體部 他說應該要讓人理解到這個價格 那他算不算是監禮器官 應付應該要公開 那要正式的來講 不是用嘴巴這樣子講 還是要用官文正式的決議來 市長是陳柔手藝的爭議 我剛才說他寫的他副 剛才講到 想說用萬大線的精神來宣傳 他就是說經費預算有市府來收入嗎 他說什麼時候 我寓意他負責 沒有現在大家所關心的 就是說陳柔這樣的一個費用 花費是不是過大 那沒有經過議會的監督 是否不當 那應該就這方向來把它講清楚 市長因為現在也長出 有萬大線特別預算 其中有80萬人 我去來宣傳陳柔 但是剛剛黃富沒有特別行為 因為他說他直接有市府來說明清楚 那你覺得他民間要特別說明嗎 你說 那80萬的事情 當然就是說 如果是市府花出去的錢 當然如果在他手上裡面花的 那當然也可以說明 但是現在他已經卸任了 那也許市府說明是更恰當 我想要請教一下選前之一的場地 你確定嗎 那又問靖總 那有在找嗎 有當然有在找 你部長想問一下雙城論壇的部分 因為之前您提到過說如果中基倒台 然後我們續辦雙城的話 會讓世界覺得說首度市長不在這件事 那黃先生剛剛是表示說 台灣就是組成獨立國家是在怕什麼 您覺得黃先生這麼說嗎 我們當然是不拒嘛 當然不為不拒 但最主要 更重要是你傳達了什麼樣的訊息出來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讓世界明白台灣的一個態度 不要把訊息傳達錯誤 我想在首都市長應該有這樣的認識才對 部長我們一連兩天禁總 都在召開記者會打黃山山成果議 是不是要說做氣候保證 也沒有 但是我想大概是議會這邊 就他們在監督市府的立場 提出相關的建議跟考慮而已 想問一下就是立委 有立委說高端疫苗二期臨床 這些合作廠商是一個中資公司 想問一下部長 是不是這件事情 我想應該一切都是照著法定的手續在進行 好 謝謝 我想問一下另外一部分是進走 這個吳西雅雅他講說目前的選舉已經進到收尾的階段 那目前的話是目前基本盤的部分是比較穩定的 沒有這是應該已經進到最後一個月了嘛 剩下一個月的時間 我想各陣營大大會持續的努力 那我們這邊來講大概有幾個方向 當然百工百業也進行很順利 現在開了32場的後援會 那也聘了顧問大概三萬多 那我們的各個議員的見面會也好 進總的那個選 選舉的一個合作的辦公室的成立也好 都非常的熱絡 那我們晚上現在開了幾場的一個廟口開講 那群眾也都非常的有興趣 那我們就持續努力 那請大家跟曹行辰來站台嗎 那高高為什麼不可以由中資來實驗室商標 它應該不是那個實驗的部分 實驗的部分應該是由高高自己在做 可能有一些 不過我想還是最後還是以衛生書說明為準好了 好 謝謝 請讓您抽一張曹行辰來跟我們站台嗎 如果他願意來我當然很歡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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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